博客 论法国革命 原文讲解 Edmo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博客这封信写于1789年10月 这个时候国民会议已经成立 关于相关的历史背景可以参见前面的影片 从前一段,也就是上一次影片开始 博客就比较主动地表达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涵 在上一次博客表示自己也同意人道的 有道德、有秩序的自由 他认为法国的君子们也应该会同意这件事 他主张关乎人类活动,也就是人事的问题 不能够直接用抽象的概念来判断 这个东西是优势、劣势、好、是坏 所以并不是号称有自由就应该要加以恭喜、加以肯定 你要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获得自由 他们获得了自由以后是怎么样运用 那接下来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两段 第一段分成两张投影片 这一段是史料选读的时候经常会选的一个段落 不过说当我看到自由的精神在运作 我看到的是一种很强力的原则在运作 而且一段时间之内我完全看到的或所知的就是这件事 什么事就是原则在运作 这样子讲一方面是公正的 另外一方面其实博客也暗示了他的反对 怎么看出来的呢 principal是原则 保守主义者并不是反对原则 不是反对形上或抽象 这个上次有解释过了 但是保守主义者反对其他意识形态 像自由主义等等 是只有原则 但这些原则其实无法真正落实 所以这里他用strong principle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原则或概念讲得很有力 而法国的国民会议已经成立一段时间 他却一直看到的就是这个被提出来的原则 那原则原理不一定是符合天道的 接下来博客很有美感生动的方式 说他认为应该怎么做 他说那种狂野的气跟 fixed air fixed 是固定的 固定的气都被释放了 那这里fixed的意思有类似 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也不太清楚这里用这个fixed 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有相对于wild的感觉 所以我猜想有可能是指的wild gas 就是事情变得很乱 the fixed air是在其实这背后有一些人为规划 好像是已经准备好的一些状况 那不管怎么样 这些气都被释放了出来 所以他说呢 我们应该先暂缓我们的判断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the first effervescence is a little subsided 最初的那些泡沫 开始有一些退了 那他这里就把状况比喻成 像是在倒酒啊 或倒啤酒 你倒下去的时候 一开始他上面会有很多泡泡嘛 那泡泡就会慢慢慢慢的消退 你就会看出来 底下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呢 til the liquor is cleared 等到酒呢 澄清了 and until we see something deeper than the agitation of a troubled and frothy surface 所以这个troubled and frothy surface 就是充满泡泡的那个表面 也就是充满一些乱七八糟的 agitation 就是一些情绪 他说我们要等到这种 一开始混乱的状况 开始比较澄清的时候 在下判断 不要急着说 这件事情是好是坏 I must be tolerably sure before I venture publicly to congratulate men upon a blessing that they have really received one 不过说我必须要很确定 tolerably是这种羞辞 在我 venture publicly to congratulate men 意思是说 venture是冒险 所以是表示 要比较积极的 他说在我积极公开的祝贺 人们得到祝福之前 我必须要先确定啊 确定什么 他们真的得到了幸福 唉 这就像是 一般社会经常遇到一种事情 就是别人的喜事 例如说 结婚 朋友结婚了 我们基于社会人情 我们就要说恭喜你 但是我自己比较说不出来的就是 你们好幸福哦 因为 除非我已经认识这些人很久 知道他们在交往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适合的 否则 他们才刚结婚 他们没有经历过婚姻生活 你怎么会知道 他们真的幸福呢 他们真的适合呢 所以伯克这个人 不客套 不媚俗 他说要我祝福你 我也愿意 但我要先确定 你真的是得到了幸福 你被祝福 那我祝贺你才有意义啊 所以接下来伯克讲了一句诚实到 让人有点受不了的话 flattery corrupts both the receiver and the giver and adulation is not of more service to the people than to kings 这句话呢 已经成为了西方的格言 惨媚会腐化惨媚者 以及被惨媚者 也就是指你惨媚别人 你在伤害对方 你也在伤害自己 因为对方虚荣 你虚位 你伤害他的灵魂 你也伤害自己的灵魂 那么惨媚跟称赞 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伯克说啦 你真的好 我恭喜你 你不是真的好 我不能恭喜你 所以称赞就是 实至名归 有名有实 名时相辅 名时相称 惨媚就是有名无实 无实却给对方 虚浮的赞美 那adulation就是阿谀奉承 伯克这里是说 阿谀奉承对于人民的作用 不会比对国王的作用大 但其实这并不是说 阿谀奉承对于国王的作用更大 其实伯克是在说 阿谀奉承如果对国王是有用的 那对人民也是有用的 在今天民主社会经常要 丑化专制时代 威权时代的统治者 像国王或贵族等等 听到奸臣的阿谀奉承 就很受用 一些昏君 伯克不是要反对有昏君 伯克的意思是 如果人性黑暗面是这样 那没有理由国王会这样 那一般人就不会这样 如果国王不是君子 那难道大众是君子吗 所以奉承国王的有效性 跟奉承人民 其实是类似的 你歌颂国王英明神武 跟你歌颂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其实那种奉承的意义是一样的 不过说 所以我应该先暂缓我对于法国获得新自由的祝贺 一直到我被通知 我被告知说 法国人的自由跟其他东西结合在一起 什么东西呢 Government Government是政府 其实也有广义的统治的意思 With government就是觉得统治的好 With public force 就是有公共力量 这可能表示公众的支持 人民的支持 With the discipline and obedience of armies 军队是服从政权而且有纪律的 Collection of an effective and well distributed revenue 这是指税收良好 Well distributed就是指 你的税收比例是公平的 是正确的 而且还要有morality and religion Morality就是精神 Religion就是宗教 这里反映了伯克的保守主义态度 就是人要有宗教信仰 对于神 对于天道的信仰 还要有精神 就是在强调 人类文明一定要有精神层面 而这里也在暗示 其实伯克认为自由不是最高标准 否则就不会有宗教 在这里宗教暗示的是 背后有上帝 有真理 有正义问题 再来要财产权是确定的 稳定的 要有和平 有秩序 要有Civil and Social Manor 就是一种社会风俗 或者是礼 礼仪的礼 我们现代的政治 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冲突课题 那就是有一群人会表示 政治理念是最重要的 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坚持 那另外一群人会表示 其实老百姓最重视的就是大家安居乐业 富而好礼最重要 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我们要反省的是 为什么你富而好礼安居乐业 大家有钱 就不能有理想 或者是 为什么你那些政治口号理想 却没有办法让人民的精神 或生活有所提升呢 下一页 All these in their way are good things too and without them liberty is not a benefit whats it lasts and it's not likely to continue long 前面所说的这些东西 government, public force discipline and obedience of armies revenue, morality, religion solidity of property, peace and order 这一些都是好的 那如果空有自由 而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自由对人并不是有益的 或者是有帮助的 而这样子的自由 并不能存在很久 我们就用时间来比喻好了 很多人觉得不自由 是说自己没有自由的时间 没有一段时间是他自由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呢 你给他自由 你就说 好那我给你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你想做就做什么 结果你发现 他去做的那些事情 如果不是好事 有意义的事的话 这个自由对他个人 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而他很快的又会陷入 实际上不自由的状态 因为他不知道 又把那些时间都拿来去了 The fact of liberty to the individuals is that they may do what they please and we ought to see what it will please them to do before we risk congratulations which may be soon turned into complaints 这句话非常深刻 中肯 他说人们认为 自由对个人来讲是什么呢 就是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个换句话说就是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这对个人来讲就是自由 没错是这样子 因为人们的不自由的感受 或他们觉得不自由 就是因为他们受限了 他想做的事情不能做 如果这件事情他不想做 而不能做 他并不会觉得不自由 例如你跟一个人说 你不可以连续一个月都不吃东西 他会觉得不自由 不会因为他没有能力 也不想一个月都不吃东西 其实伯克在这里说的 大家评量先讲都知道 就是指 重点不是在于你获得自由与否 重点在于你获得自由之后 你拿去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这个人是不好的人 他从心所欲就是去做不好的事 那如果这个人是孔子 他从心所欲 他就不欲举 这个道理不是只适用于政治 这适用于所有的状况 道德问题啊 人际关系问题啊 甚至交易的问题 从这边就可以感觉到 其实自由跟平等是 概念上是有冲突的 因为你对于一个有能力的人 好人 善良的人 你就希望多给他自由 因为他有自由 他就会去做好事 那相反的 如果这个人很不好 你就希望他的自由越少越好 但如果基于人权公平的标准来讲 我们就说 那人人都要有一样的自由啊 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状况嘛 就是高中毕业了 大家上了大学 我们说啊 真好上了大学 终于获得自由了 结果你看看 上了大学 有了自由以后 多数人把这些自由拿去做什么呢 所以呢 这些祝福 可能很快的就会变成抱怨 就你发现 其实当初 你还是不要有自由 比较好 Prudence would dictate this in the case of separate insulated private men but liberty when men act in bodies is power Prudence 就是谨慎 Dictate 就是命令或要求 伯克的意思是说 在个别的个人 一个一个私人的状况下 如果人们获得了 Effect of liberty 就是获得了自由的时候 其实个人是会谨慎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个人 你现在获得了一个自由的条件 其实你是会比较谨慎 在想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自由 我这样做好吗 我那样做好吗 但是一旦是一群人 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自由就变成了一种权利 这里的Prudence 其实背后内涵的是指理性 就是指人获得自由的时候 其实人的理性会要求自己 说你这样运用自由好吗 对吗 你该怎么样运用 但是一旦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 人多示众 人多壮胆 自由就变成了一种力量 是一种很大的权利 甚至背后暗示的是武力或暴力 Considerate people before they declare themselves will observe the use which is made of power and particularly of so trying a thing as new power in new persons of whose principles, tempers, and dispositions they have little or no experience and in situations where those who appear the most daring in a scene may possibly not be the real movers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长句 Considerate people Considerate就是周到的 其实就是类似前面 就是一个谨慎 会考虑全局的人 before they declare themselves 这种人在自我表述 自我伸张之前 他们会先观察 观察什么呢 权力的构成是什么 这些构成的使用 用途是什么 他们会先注意这件事情 尤其在什么状况之下 他们会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呢 那就是面对有新的人物 掌握了新的权力 而这些新人物新权力的原则 Tempers就是脾气性情 Dispositions就是倾向 你对于这些新人物新权力的原则 性格啊取向啊 所知不多 没有经验的时候 你对于要使用这股权力的组成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另外还有一种状况要特别注意 就是当时的状况是 Those who appear the most during the scene may possibly not be the real movers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那些在 在事件当中表现的特别激烈的那些人 其实可能不是真正事情背后的推手 现在的政治人物很流行表态 在事件刚出现的时候 对于事情的内容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就要忙着表态 其实这某种程度是一种赌博 就是你压对了 后来整体民意的发展 跟你当初表态的那个立场一致 那你的支持度就大为增加 那如果是保守主义的态度 就是先观察再说 在今天这种环境之下 一定是乏人问津的嘛 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种自相矛盾 就是说政治人物讲话 经常都没有查证 都不谨慎 但我们又看到 第一时间出来放话表态的人 就会受到比较大的关注 他压对的立场他成功 他压错的立场他失败 但为什么政治人物还是要这样赌呢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审慎谨慎的人 在这种环境之下本来就不可能出头 另外呢 伯克也指出了一个很深入的观察 那就是在这种革命 或者后代民主的运动过程中 那些在舞台上表现得最激烈的那些人 经常都不是真正的推手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例如说法国革命 法国革命呢 那些巴黎的市民或者是法国的人民 起来 类似抛头如撒热血好了 其实这整个革命 真正在推动的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为了要 打倒贵族或教会 而去拉拢大众 那大众就冲锋陷阵 其中有很多事件 就造成了感动人心 甚至煽动人心的结果 那就会更加的刺激民心 朝某一个方向去 那这个是现代政治的特有现象 因为在传统政治上 舞台上的人就是真正的推手 因为那些人就是国王 就是贵族 那么在现代的这种革命 或民主政治之中 你用上层人士的例子 吸引不了人心 结果我们在媒体上看到 那些慷慨激昂的例子 比较能够获得共鸣 但其实整个政治势力 的幕后推手 依然是权贵 那就有点像是 现在大众文化之下 最红最有名的人是明星 但是其实获利最多的人 还是背后的老板 好那就讲到这边 拜拜